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新进行时带您了解搜救顶尖高手 这里是山东济南的一个搜救犬训练基地 训导员们正在对几十只小狗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训练 别看它们现在憨态可居 未来却会大有作为 狗宝宝长到四个月左右 就会开始接受一项训练 来吧 小宝贝 我们穿鞋子了 避开 今天是这只四个月大的石斌隔犬 第一次穿鞋 这种犬鞋是专门为石斌隔犬定制的 底部耐磨防刮 鞋面清软透气 第一次穿鞋的小狗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马上就好了 好了好了 起来吧起来吧 它怎么不起来了 这不走了 这撩着走啊 它不知道自己脚上是怎么回事是吗 它这样变成了像小马一样 这样走 这样撩着走 穿上犬鞋之后 小狗好像突然就不会走路了 显得很不适应 既然小狗不习惯穿鞋 为什么还一定要让它们进行穿鞋训练呢 原来这些狗是一种特殊的工作犬 搜救权 它们的职责就是在灾难来临时 帮助救援人员以最快速度搜索和救援被困人员 当它们进入地震 倒塌的建筑物等废墟之中 钢筋 碎玻璃 石块等等 都可能会让它们柔软的脚受伤 为了尽可能保护搜救权的脚不受伤害 训导员就让它们从小开始练习穿犬鞋 经过几周训练之后 它们就会逐渐适应 行动自如 然而仅仅靠穿鞋来保护搜救权 还远远不够 每只搜救权都有一名专门的训导员 一对一配合 在灾难现场 有一些人进不去的狭小空间 为了争分夺秒挽救生命 搜救权就需要独自钻进这些废墟中 搜索被困者 但这样一来 训导员和搜救权之间的联系 就被切断了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独自面对危险的搜救权 就很可能受伤 甚至牺牲 如何才能让训导员和搜救权 分离工作时 随时保持联系通畅 最大限度 保障安全呢 工程师正在研发一款搜救权 远程指挥系统 中午给他换了个镜片 搜救权 头盔上的黑色小方块 集成了摄像头 麦克风 扬声器 三重功能 可以将权第一视角的画面 回传到训导员的设备屏幕上 让训导员能随时观察 全周围的环境是否危险 还可以用设备远程对拳 下达语音指令 好 没问题 但是当他们准备试试这款设备时 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训导员尝试通过设备 语音指挥搜救权 搜救权居然像没听见一样 毫无反应 搜救权为什么突然不听指令了呢 这还要从犬的生物本能说起 犬是一种很敏感的动物 它们除了拥有超强的嗅觉 听力也是人类的16倍 而当搜救权工作时 救援现场环境嘈杂 各种大型设备的轰隆声 救援人员呼喊的声音 都会让搜救权感到紧张 所以为了让搜救权 能适应未来的工作环境 从他们两至三个月大开始 就会进行一项特殊训练 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了搜救犬的幼儿园了 大家能够看到现在在我们旁边有四只小狗宝宝 杨教练您这是什么品种 拉不拉多犬 他当然有多大了 两个月 两个月长得好可爱 那他们到两三个月的这个年纪 就已经开始在训练了吗 对已经开始训练了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也来看一看 他们的这个训练方式好不好 可以 今天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我还有一个秘密的任务 所以我现在先不告诉你我要干嘛 但是等一会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我得把我这个任务搞定 行 那咱们开始吧 可以可以 行 训练员和小狗即将进行一项训练 训练员将在十几米外不断呼唤小狗 小狗们的任务则是快速跑向训练员 咬住他们手中的麻布条 但今天我们会在半路上 为他们制造一点小障碍 小狗也跟人一样性格各不相同 天性勇敢的小狗丝毫不受鼓声的影响 直奔着训练员而去 但是相对胆小的小狗就会被鼓声吓得猝不及防 掉头就往回跑 一分心就忘记自己的任务了 不让走不让走 看看我 我好像搞破坏了 这其实是搜救犬的环境适应训练 目的就是让他们从小能适应各种杂音 将来在环境嘈杂的救援现场能够集中注意力 抵挡住各种造声干扰 只对训导员一个人的声音高度敏感 长时间训练后 搜救犬会对训导员的指令高度服从 但是当搜救犬带上装备 听到头顶上麦克风传来训导员的声音时 为什么就像没听到一样根本不执行命令呢 因为通常情况下 我们训导员和犬直接说话 他是直接听人的声音的 但是当它变成一个电子化的声音的时候 犬刚开始它会很模糊 就像我们电话的发明 可能刚开始大家用电话的时候 就会觉得对方打过来的声音 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可能不太适应 原来在搜救犬听来 通过电子设备传来的声音 跟他每天听到的训导员面对面的声音 并不一样 搜救犬压根不知道 电子设备里传来的也是训导员的声音 这种电子化的声音 被他误以为是一种无关的噪声 过滤掉了 那如何才能让搜救犬明白 头上设备里传来的声音 就是训导员的声音呢 首先 训导员对搜救犬面对面下达指令 让他既能听到训导员的真人声音 也能听到头顶麦克风传来的电子声音 在不断地重复中 搜救犬会慢慢意识到 从头顶传来的不是噪声 其实也是训导员的声音 当搜救犬适应了这种声音之后 接下来进入最关键的阶段 训导员会藏在搜救犬看不到的地方 让搜救犬只能听到设备里的声音 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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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个 搜救犬终于做对了 这时 训导员就会用他精心准备的 小玩具 鼓励搜救犬 犬在每做对一步 或者每做操作一个动作完成的时候 训导员都会时常的会去鼓励他 给犬信心 他们是一个互相鼓励 互相信任的一个过程 凌 经过反复训练 现在搜救犬已经能够听懂 设备里的指令了 好 那么 当他带着设备进入救援现场时 会表现如何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这是一个面积2000平方米的废墟训练场 我们即将进行一场废墟搜救实战演习 眼前的这些装备 就是全套的搜救犬 远程指挥系统 除了犬的可穿戴设备之外 训导员和指挥员也有各自的装备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训导员穿的装备 就像书包一样 是的 这个它作为一个就看起来有点像个书包 但是它背在训导员身上之后 它可以完全解放人的双手 然后它也有一路视频采集 它会验什么有摄像头呢 对 因为通常在我们搜救的过程当中 我们犬是在最前沿的 但是我们的训导员可能给它保持距离的时候 它自身也是需要有一个周围的环境的一个情况 往回回传 这样的话对我们后面 指挥员在制定这个搜救方案的时候 它会有更多的这种有效依据 就多一路视角 对 它可以综合各方面的因素 几路摄像头的画面 指挥员都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实时监控 可以同时看到搜救权的视角 训导员的视角 搜救权和训导员的定位坐标 还可以接入无人机信号 接下来我们将扮演被困者 藏在废墟最深处的这栋楼上 看看搜救权能不能从这片废墟里 及时找到我们 现在呢我们其实就已经来到了这个楼里面 情况呢就是等一下我相当于就是被困在这样的一个废墟当中 你看这个进到这里边的时候 其实稍微有点紧张 我们藏在了二楼 这个水泥洞里 与此同时 搜救权和训导员们 也在做着紧张的准备工作 现在搜救权将独自进入废墟搜索 而训导员只能站在废墟之外 通过设备指挥搜救权 搜救权能否快速找到我们呢 一切准备就绪 废墟搜救实战演习即将开始 经过训练的搜救权 可以用鼻子捕捉到废墟之中的各种气味 并从中准确分辨出人体的气味 来搜索被困者的位置 这片废墟里 有33个可以藏深的洞 这些干扰 无疑增加了搜索的难度 搜 报告 会发现被困者 所谓者被前方高级柱进行搜索 收到 去 上 建筑物内部显然比搜救权想象中复杂 他犹豫着停了下来 这时训导员们也通过回传的画面 发现了权的状态不对 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这种跑动的速度 这种频率 来判断他似乎在工作状态 他进行之后他不知道从哪儿下 我们可以给他指出一个明确的这种信息什么的 通过分析搜救犬视角的回传画面 训导员们迅速做出判断 在犬面前的通道内 可能会有发现 走 走 走 右 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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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到我了 我把电话伸出去看看了什么呀 搜救犬在洞口趴下并且吠叫 表示他找到目标了 搜救犬是你吗 搜救犬是你吗 你来了 你找到我了 谢谢 他能看到吗 他就在这儿 他就在这里 哇你这样 就是我觉得刚才我就 听到他在这个洞里面开始叫的时候 我那一瞬间真的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就是我突然之间感觉 被找到被救出的时候是我这么的幸福 接下来我就要等着救援了 来救我了吗 哈喽 重建监狱 我被救出来了 耶 有了这套创新装备 搜救犬在和训导员分离的情况下 仅仅用17分钟就找到了被困者 完成了挑战 更高效精准的搜索行动 对被困者和搜救犬来说 都意味着多一分安全 搜犬对务建设 也有它的星辰大 或者这个就在于创新版 这套设备除了能帮助搜救犬搜索生命之外 还有哪些创新应用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现在远程指挥系统已经在搜救犬队伍中服役 并在多次大型救援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且它在军犬警犬等其他的工作犬队伍中 也有不同场景下的应用 从古至今 人类穷尽各种方法探索战胜灾难的途径 如果灾难无法避免 坚持生命至上 竭尽所能保护生命 就是人类科技创新最强的原动力